国宝级雕刻大师朱铭作品炙手可热 全台最大尊的太极系列同胶作品对招 就陈列在高雄中正体育馆广场 不过当地最近整修附近凌乱不堪 大师的作品就被埋在其中 有民众觉得太可惜 也有人质疑作品不被重视 对此朱铭美术馆表示 乐意提供协助整修 相关单位现在也启动一致评估作业 要让作品得到完善的照顾 运动场前正在施工 没认真看根本看不见 有艺术品隐身其中 仔细看上面有的岁月的痕迹 这其实是艺术家 著名大师的作品 但现在民众看见 其实也觉得有一些可惜 树木都涨下了 把它遮住他的视线了 被忽略掉了 是有可惜啊 这里整理完 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 那个比较多人会看得到 碰上整修加上岁月 国宝级大师作品 像是缺少呵护 艺术收藏家也跟着着急 两个合而为的作品 在国内比较少 不用让他的作品 有个比较好的归宿 作品对照出自 著名大师之首 高250公分 是全台最大尊台籍系列的 统雕作品 随着大师辞世 收藏家预估 市值来到1亿到1亿5千万 但看看环境 有收藏家觉得痛心 那美术馆呢 其实有非常专业的修复团队 也很乐于提供我们的专业 目前我们也启动了 一致评估作业 那市立美术馆 也已经接洽正修科大的修复中心 来做一个专业的咨询 著名美术馆获知 表示乐意协助妥善照顾 而负责管理中正体育馆的运发局 也表示 目前有计划将作品 移到更适合地点 凸显国宝及大师作品的 艺术价值 记者陈一日王超群 高雄采访报道